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呢,来讲排榜概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分隔线的概念,分隔线的概念 分隔线其实很简单啊,你认真要讲 你如果有看书,我们语法很简单,就是这个东西 打一个什么,hr,hr,超简单的 打一个hr,这样就行了,我们先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我们先不要打啦,你就可以做一个比较 我们档案存档 储存档案 test011.html 好,我们存在桌面 存档,ok,它出来了,这个没什么 就是空空的,从头空到尾,因为我都没有写什么东西 好,我们先加几个,加一个1啦 加一个2,还记不记得br,br是断行 然后现在再加个什么hr,ok,加两个 这样你可以感受出什么,语法的变化啦 储存档案 好,叫出来 1跟2,这个就是分隔线 这个就是分隔线 语法非常简单 教这么简单的东西干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网络呢 技术面,功能面多如牛毛 真的,你要说多那些也很多啦 你有空去找那个html,比我现在教的还更多更多更多 但很多东西都在基础的概念上不断往上跑 那重点是,我为什么要挑hr这个东西 分隔线有什么重要 那基本上,我们要去跟各位谈这个问题 分隔线为什么很重要 排版,我们常常说排版 排版是基本上是要把素材做某一种 排版是要把素材做一种有效的安排跟排列 有效的安排跟排列干嘛 第一个,帮助创作者更精准的表达他的意思 这个东西好像写标准符号一样 这就是排版的意思,第二个 一个作者要表达精准的表达他意思的同时呢 他要考虑到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阅读的环境 阅读的环境 所以我们叫做报纸的排版 报纸的版型跟电视的版型是不一样的 电视是流动的画面 同样的,当网路有多媒体 当网路是多媒体是互动的话 他的版型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书是用翻的,而网路是什么 网路是这样,往下拉拉拉拉拉拉下去的 往下拉拉拉拉拉拉下去的 他跟,你看啊 所以我们考虑是这个拉法跟阅读习惯的问题 他跟传统书用翻页的翻页的翻页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看很多电子书,这我个人的意愿啊 很多电子书都是要试着把书的阅读习惯 转移到网路,那不对啦 就像我们不会在电视上看文章一样 你会蹲在电视前面看写的文章吗?不会嘛 不同的媒介有不同媒介表现的形式嘛 平面的东西需要考量这种新的概念吗 你看 这个文字这个跑出来 我们读到一半要看影音又不见了 要进去然后又要跑回来 像这个东西就不是电视有的 也不是报纸有的 那当我们在创造这个新东西的时候 到底要考量什么呢 考量就是荧幕阅读的习惯 真的啊 你看荧幕就是这样 大家跑出来的时候站了一个东西 你当然看完之后把它关掉 它才能够回复嘛 它整个阅读的速度跟阅读的美感上 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嘛 所以我们常说网络的排版 你可以借助传统的排版概念 但更多的是你要去思考新的阅读状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创造更合理的一个阅读的行为 去满足它 怎么基本上这很重要 然后分隔线是为什么重要 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分隔线的概念 怎么讲 当我们很长很长往下拉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分隔线 基本上会告诉我们 一个单位 一个单元 一个区位 或者一个部分已经结束了 传统的书是用什么 翻的来解决 网络上你必须靠这个东西 比方说要举个例子 像这个东西就是啊 有没有 你会看创造了很多分隔线 你这个其实也是分隔线的概念 它有强调的重点 但是也告诉人家 一个部分结束了 一个部分结束了 比方像这个东西 有没有 你看啊 一个分隔线 有没有 一个分隔线 从某个角度告诉人家 某些事情已经结束了 这个都是分隔线的概念 分隔线的变形 我们教的只是最基本的分隔线而已 那你看这个啦 这个更好玩 你看哦 你看这种日本人的设计 你看我们一直拉 它就一直翻页 有没有一直拉一直翻页 你仔细看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拉一直翻页 它即使要试着去整合翻页的概念 它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电子书 一点一翻页一点一翻页 那实在是哦 老是要把传统的东西 映套到一个新的阅读的习惯跟媒介来 像这个东西 这种整个就有点意思啊 你看它真的是翻页的过程啊 可是这个翻页是用什么 按滑鼠 我这个滑鼠去一直滑 你看一直滑一直动 那这个也是解决长卷轴型 长卷轴型阅读下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这个也是一种对不对 然后我们谈的什么 我们谈的这种卷轴 我们谈的这种分隔线 有没有这其实都有分隔线的 我们谈的这个分隔线 分隔线 我们谈的这种分隔线 这种分隔线 基本上呢 也是一种表现的方式 我们基本上呢 先理解这个东西 换句话说很简单 为什么要分隔线 为什么要分隔线 我们要把卷轴型 长卷轴型的 长卷轴型的这一种文本的表现形态 跟阅读的形态 透过什么 分隔线给予它适当的区分 就是为什么要叫这个啊 不然我叫这个干嘛 卷轴型的阅读动线 然后区分分区 还要写错了 区分 区分 去区分文章 让我们理解一个块状 一个块状 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 那语法呢 很简单 我们刚才讲过的 就写一个hr 就对了 就写一个hr 那基本上一个hr写进去 ok 好 它就跑出来了 然后呢 同样的 我们还要再开始讲啊 hr 还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呢 比方说我们来讲一下 WID 宽度 等于什么 好 我们比方说写一个50% 就是什么意思啊 告诉他呢 我的宽度呢 我的宽度呢 只要是整个荧幕的一半就好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啊 size 给他一个什么 3 换句话说 线可以更粗一点啊 对不对 线可以更粗一点啊 基本上 我先这样子 那再写hr 而来刚才之前也有学过嘛 对哦 就是居中啊 居左居右啦 哈 你不用背 我只是让你理解 你看hr 你看你看你看hr hr 这样一个概念哦 hr也是一个单 它不用成双的哦 你看 本来是hr有个挂号 现在我在这个挂号里面 你们都加了一个什么 表现的一个变化 都加了一个表现的变化 都加了一个表现的变化 这就是语法的一个 重要的基本结构 那基本上就会是 这样子哦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怎么样 狼按 把它存档 对不对哦 把它存档 这时候呢 再把它叫过来 对 真的 有没有 变了啊 变了啊 荧幕的一半 哦 居中 宽度也比较宽 哦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这样 所以 它很简单啊 那当然我们书上 有更复杂的语法表现 你去看 你去test 你就会知道 我们基本上不讲这么多 那 Kunpo 它也一样啊 我们可以看到 好 现在就是这样子了哦 Kunpo 也一样啊 那Kunpo 怎么处理 这个地方就在这里 你看啊 插入 分隔线 水平线 就进去了 有没有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呢 你如果想变化 哦 点两下 点两下 就跑出来了 在线上点两下 宽度 比方说60好了啦 高度好了 高度2 对不对 还有立体的效果 我们跟它置什么 置右好了啦 哦 它基本上有几个 比较基本的选项给你 对 确定 果然有没有 置右 置右 就会这样子哦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好处啦 我们再看那个东西的好处 就会在这个地方哦 然后一看原石码 有 你看有没有 HR 它自动帮你写好了哦 它自动帮你写好了 用Kunpo 或者还有一个好处啦 什么好处 我举例给你看哦 比方说我们写一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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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往下交几个字型 我们没交到的哦 就是颜色的地方 各位看这个颜色 有没有 上面这个哦 前面这个哦 就前景色 红色 蹦 有没有 诶 它红色就出来了 有没有哦 然后后面是什么意思呢 哦 各位看着哦 没关系 你看一下就知道哦 嘿 有没有 它整个 就变了哦 整个背景色 那这个前景色 那这还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分离 分离的意思呢 原始码是全部的码 分离是指呢 游标附近哦 那我们如果要看这几个字的语法呢 有没有 我们如果要看这几个字的语法呢 把它移到这里来就会看到了哦 把它移到这里来就会看到了 有没有 哎 哈哈 EWF 有没有 这里 EWOF 你看哦 原来它的语法是下什么 放Color哦 红色的 然后这个放 就是这样子哦 这个呢 我们之前呢 没有特别讲这个东西 那我们透过语法呢 让你理解哦 颜色 我们很多对文字的变化呢 颜色也可以这样子来处理哦 那透过分离哦 设计就是看那什么 原来就是那应该长出来的样子啦哦 哦 然后呢 原始码就是全部的码 这个你要找比较久 分离就是 当下的 这一个有变化的这一个部分哦 它应该长的什么样 不要说我们看这一个啊 哦 你看线 我们如果把线移到这里 就会看到 有没有 HR就出来了 它比较靠近的哦 你看按这个 没有 就跑到这一个部分哦 就是这样一个大这个状况 让各位理解 好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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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